我就做了一個夢夢中某某某啊 發生的什麼事情 但是一覺醒來 我發現那全部都是假的 那這樣子的話會構成誹謗罪嗎 甚至洩漏更核心的機密 將台灣的國家安全置於危險之中 這樣的行為難道不是叛國 不會構成叛國罪嗎 大家好 我是新人律師 台灣第一艘國造潛艦海坤號 在9月28日的時候舉行命名跡象水典禮囉 也是海坤號第一次在國人面前正式亮相 相信全國人民都感到非常的餘有榮焉 因為呢 這艘國造潛艦一路以來 就跟台灣的命運一樣非常的艱辛啦 因為呢 台灣其實從蔣經國時代開始 就有想像國外購買潛艦的計劃 但是呢 也因為台灣的國際地位一直遭到打壓 購買潛艦的計劃也一直被各國以潛艦 是具有攻擊性武器唯有而給拒絕 直到2001年左右的時候 時任美國總統布希 終於正式批准可以對台出售 八艘的裁電潛艦 但是呢 這個軍備採購案 卻遭到當時戰地法院多數的國民黨立委 被割封殺答案69次 造成中有國家要賣我們潛艦的 我們自己的立委卻極力阻擾反對的現象 到了馬英九當選總統之後 改口要求美國賣我們潛艦 卻又遭到當時美國總統歐巴馬拒絕 由於呢潛艦是維護台海周邊安全的重要關鍵 因此在蔡英文總統上台之後 就大力推動潛艦國造的政策 終於在八年後 我們的國人自治的第一艘潛艦成功了 也因此在典禮當天 不管是潛艦國造的舵手 黃曙光上將 或是台川董事長曾文龍以及總統蔡英文 在致辭或者是接受採訪的時候 都不免情緒激動 因應透露出過程中難以對外訴說的艱辛 其中黃曙光上將近日在一場演講中 就有透露有異名立委一直想搞 但是呢 在他的嚴格管制之下 沒有讓對方得知太多資訊 不僅如此呢 還傳出有國內的軍火廠商 疑似因為沒有得標 將資料出賣給中共大使館的事情 好 雖然黃曙光上將並沒有指名道姓說 聲明立委到底是誰 但是這個時候國民黨籍馬文君立委 竟然在自己的臉書上面PO文 以色的殺傷力最強 並且說 黃曙光如果不點名 他不會對號入座 但是他如果點名 馬文君就必定會提告 呃 你怎麼知道人家黃曙光點名的會是你呢 這不叫對號入座 什麼叫做對號入座呢 想必啊 看到這篇貼文的大家 一定是覺得滿頭問號 但是呢 接下來國民黨的動作 又更讓人家看不懂了 國民黨竟然召開記者會要求黃曙光要講清楚 否則就要提告耶 但這種要求我這輩子還真的沒聽過耶 人家黃曙光明明就沒有說是誰 國民黨跟馬文君卻要求人家要說清楚 不然就要提告 那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跟我一樣充滿疑惑 到底黃曙光的行為犯了什麼法呢 另外也有前海軍顧問郭喜就進一步指控 馬文君涉嫌將潛艦製造的相關機密傳到國外去 這個消息也在網路上引起極大的討論 對此 馬文君也已經向南投地檢署提告郭喜加重誹謗了 但是 我們這也是假設的語氣哦 如果他真的有將潛艦的機密資料輸送到國外去 那馬文君又會觸犯了什麼犯罪行為呢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 馬文君跟國造潛艦所引起的相關爭議吧 那如果你也對藉由實施認識法律有興趣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或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接收更多的法律公立哦 雖然 誹謗罪在我們頻道節目中已經不知道講過多少次了 但是這次馬文君事件再度把誹謗罪的討論 提高到一個新的層次 究竟以色性的發言會不會構成誹謗罪呢 例如我們常常在網路上看到的發言會說 我就做了一個夢夢中某某某某啊 發生的什麼事情 但是一覺醒來 我發現那全部都是假的 那這樣子的話會構成誹謗罪嗎 或者呢是像黃曙光上將一樣 只有講到有一名立委一直想搞 但是沒有指名道姓 那這樣也會犯法嗎 其實哦 刑法第310條就誹謗罪的定義是 意圖散佈於眾而指責或傳述 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誓者就會構成了 並沒有規定說一定要指名道姓才會構成誹謗罪 但重點是既然法律要件是在傳述 足以毀損他人名譽的事情 那一定是傳述的事情會對某人的名譽產生影響才會算 所以呢 雖然翻文的內容說到 那件事情是我夢到的 但是如果說從內容看起來 已經可以看得出是在講哪個特定對象 而且對那個人的名譽造成的損害 一樣是會構成誹謗罪的哦 但是像黃曙光上將的發言內容 只有提到有一名立委在搞 但是立委那麼多個 從他的發言內容也沒有再提供 那名立委其他足以辨認他身份的相關資料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聽到黃曙光的發言 應該是很難猜測他到底在講誰 直到馬文君的臉書PO文之後才突然驚覺 原來那名立委是不是就是馬文君啊 所以以黃曙光的發言來看 其實是比較難構成誹謗罪的哦 這就是為什麼馬文君跟國民黨 都要求黃曙光要講清楚 只是呢 你叫人家要講清楚 人家講的你又要提告 你到底是希望人家講還是不希望人家講呢 好 那這個事件後來又引發了一個案外案 前海軍顧問郭喜在直播中就直接爆料 那位把台灣的國造潛艦的資料 送到國外去的立委 他說就是馬文君耶 而且呢 送到國外的機密資料 因為內容包含了來台協助 建造潛艦的外國專家個人資料 導致這些外國專家回到自己國家的時候 馬上就被上號帶走接受審訊 而且審訊中所出示的文件證據 居然是來自台灣的浮水印 所以呢 該國的國安單位在偵訊的時候就透露 這些文件就是一位姓馬的台灣國會議員所提供的 那這樣子的指涉就非常明確了 所以馬文君也立刻對郭喜提出誹謗罪的告訴 而且呢 因為郭喜是在直播中以及受訪的時候提出相關指控 因此呢 如果最後法院真的判決有罪的話 依刑法第313條第2項規定 還可以加重啟刑到1 2 那除非郭喜可以證明說 他說的是真的 或者呢 他可以舉證 他有消息來源或者是相關資料 可以證明他確實是有相當的理由 確信郭喜他自己講的是真的 才能夠免除誹謗罪的責任 反正親愛馬文君都提告了哦 接下來大家就近代司法來查明 到底郭喜講的有沒有根據 好 不過呢 這個事件演變到現在 我相信大家最在意的 應該不是北方最重的小兒科的罪名 而是呢 到底身為中華民國台灣的立委 我是說如果哦 如果真的有做出把我們的潛艦機密資料送到國外去 讓幫助台灣建造潛艦的外國專家各自洩漏 甚至洩漏更核心的機密 將台灣的國家安全置於危險之中 這樣的行為難道不是叛國 不會構成叛國罪嗎 其實刑法上面並沒有叛國罪的這個罪名 比較接近的罪名應該是 內亂外患罪 或者是妨害國家自己的罪名 那其中在刑法第109條第二項就規定 洩漏或者是交付國防上 因保密的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 給外國或外國派遣的人的話 是可以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另外呢 在國家安全法第二條也規定 任何人不得為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或境外敵對勢力 洩漏交付或傳遞 關於公務上英保祕密的文書 以及相關資訊 也不得有刺探或者是收集行為 否則呢 以第七條第二款 以及第三款規定呢 是可以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是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也就是說 如果是洩漏國防上的秘密 就是直接依刑法第109條的規定處刑 那如果是國防上以外的公務上 應該保密的資訊 那就是依國安法來處理囉 好 但是呢 問題來囉 根據郭喜的說法 馬文君在事關前進的機密會議中 沒有簽署所謂的保密協定 那這樣子的話 還能夠以剛剛說的那些罪名處理嗎 也就是說沒有簽署保密協定的立委 對於這些機密資料還附有保密的義務嗎 即使我們看憲法第六章 關於立法院以及立法委員職權的相關規定 創作到尾並沒有說立委是有保密義務的喔 但是立委要省預算 可以像行政機關調約很多資料 而且其中一定也有很多是應該予以保密的資料 譬如說涉及人的隱私或者是個資 或者是更嚴重的國家機密等等 那這些資料行政機關都是應該要保密的 到立委那裡去卻不用保密 那不就是說不通嗎 所以在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五十條就規定 立法院所舉行的秘密會議中 所作成的相關記錄以及決議 立法委員、列席人員以及員工 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對外宣洩 另外在大法官釋字第729條解釋中也有揭示 立委因為調查權而窒息的相關資訊 其使用應該限於行使憲法上職權所必要的範圍內 那把機密資料洩漏出去 應該不是行使職權的必要範圍吧 所以啦沒有簽署保密協議 不能夠代表立委就沒有保密的義務哦 如果有把國防機密資料洩漏出去 一樣是會有問題的 但是可能讓人更覺得奇怪的是 如果郭錫對於馬文君的這些指控是真的 我再強調一次是講如果 那身為立委也知道這個會議中的資料是事關國防機密 卻又不願意簽署保密協議 那這到底又是什麼樣的心態呢 不知道大家對此又有什麼樣的看法 記得在底下留言讓我知道囉 不過啦還是多嘴的提醒一下 因為啊根據PTT軍武版的網友說 馬文君是真的會告人的哦 好啦所以大家留言的時候就記得寫清楚一點 如果大家是要引述郭寫所說的話 或者是其他立委所說的話 那大家留言的時候就記得引述那些人說的話 針對他們說的內容來進行評論 不然就是針對馬文君過往發生過的新聞 比如說他在2020年的時候 提案凍結潛艦預算50億 2020年也要求凍結潛艦預算30億等等的 針對他這些行為來進行評論 不要進行人身攻擊 這樣子就會沒問題了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永保平安哦 好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啦 想知道更多法律知識別忘了訂閱 引真律師youtube頻道 也追蹤我來喜歡和我的臉書粉絲按讚 請趕快加入我們頻道會員 以及觀看大家消耗囉 我是引真律師我們下集見拜拜